寒生了疑问 最大的四十多岁 最小的四六岁都不到 还有三十几岁的 全是不齐的 四名妇女中唯一的年轻女孩说 自己也是妈妈 更是让人难以相信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这么小 有生育经历 这可能性不是太难 四个刚刚生育不久 年龄有老有小的妇女 带着几乎同时出生的婴儿 又一起登上了 从云南开往南京的列车 难道这真是一场巧合吗 而更奇怪的是 他们的车票号码还连在了一起 四个人是连票 同一个地方上 同一个地方下 但是他们分别说都不认识 一律重重 城景却没有轻易惊动 这几个奇怪的母亲 而是暗暗地对他们再进行观察 往返行驶过程中间 又看嫌疑越大 又看疑点越多 城景悄悄地向周围的旅客进行了解 旅客证实 这四名妇女在长达三天两夜的旅途中 并未哺乳过婴儿 只是偶尔为些奶粉 正常的一个月左右的小孩 我们通常讲的一般 你住母亲的度应该是母乳为养 但是这四个嫌疑人在路透中间 其他人都是用奶瓶为养 奇怪的母亲最终被带到了南京站排出所进行询问 对这四个人进行进一步调查后 民警发现 这四人不但互相相识 而且其中三名中年妇女还是姊妹三个 尤其是排行老二的郎春艳 异常的镇定和老恋 引起了民警的重点怀疑 郎春艳面对讯问 要么东拉西扯 要么保持沉默 应对审讯非常老烈 她讲这四小孩 其中一个小孩是我的 剩下小孩 她不说话 她的两个姐妹也是竭力推托 郎家三姐妹的不合作 让民警转移了主攻方向 四个人中最年轻的女孩丁小蓝 首先被民警攻破 而后郎春艳的姐妹 也开始有所交代 当民警带着这些掌握的线索 再次面对郎春艳时 她终于徒考了